每當發生嚴重意外時 聽到遠處而來的鳴笛聲 就知道是救護車緊急趕到現場 搶救寶貴的生命 今日市民 穗成國先生 捐贈一台救護車 為感謝慈善舉 市政府消防局舉辦捐贈儀式 由市長賴清德親自頒發感謝講座 懷著感恩的心情 非常感謝穗董市長 捐贈我們台南市消防局 第二台消防車 發現我們的救護車 已經有相當的車領 擔心我們在救護的過程當中 發生意外 所以他特別捐贈救護車 今年來特別用他的令堂大名 來給救護車命名 我覺得這種一方面 展現企業家 取之社會用之社會這種公益精神 同時也表現了孝順這種精神 我是覺得主委本事 楷模 稅成國當初已有捐贈一台 給東門消防分隊使用 如今秉持著對母親的感念之心 再度捐贈一台給市政府消防局 並用先母的名字取為稅章預交二號 以大愛精神回饋社會 除了消防局急救人員專業的急救技術外 完善的救護器材更是不可或缺 此輛救護車內部設置各項最新型急救設備 相信開始服勤後 將使台南市民獲得更多的保障 提升急救成功率 記者林宥春台南報導